看看我身后的蓝天白云 我觉得只有鲜花才配得上这么美好的景色 看我手里的这树天河繁星 光听到名字是不是感觉它的特别有诗意 它的优点不仅仅在它的名字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花量吧 这呢是一根枝条剪下来的 这个呢也是一根枝条剪下来的 我手里的这一树呢只不过是四根枝条 你自行体会它的花量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植株 这个是我们现在一加轮盆栽的效果 你看一看有没有密集恐惧症 全部都是花苞全部都是分支 这个品种就特别的皮糙肉厚 非常耐新手去修剪的 你不用害怕把它修剪成僵苗 不用害怕把它修剪出出现芒枝 这些现象都不会在它身上发生 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去剪就行了 因为它浑身布满了芽点 随便发几个枝条出来的话 就满满的一大盆了 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 虽然它属于一个植株密集型的品种 但是它很少生红植株 我这里提醒一下哦 不是绝对的 你不要说哎我的怎么就生红植株了呢 再一个就是它抗病性非常好 我们露天养下来基本上没有黑斑 没有白粉 除了冬天一些特别冷的区域 其他地方365天基本上都有花看 好了这期我们就说到这里